来 升哥 灯往这拿一点 好好 来了 来了 现在拍在哪个地方 拍轮毂 好的 好的 上回给你推荐的那车看了吗 看了 那个赛子店也没啥优惠 去这换个赛子店的 换一下赛子店 对 因为不同的店 他们其实中间的优惠 跟赠品其实差距也挺大的 优惠给赠品的事得聊一聊 对 没错 因为钱的事其实都好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找家大店 靠谱的店 这个自然店跟大店小店吗 对 因为不同的经销商 它也有不同的级别 就跟这家店 听小琼说 这家店是全国十家店 然后有实力 售后也绝对放心靠谱 然后买车呢 它也不是一锤子办 你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拍了那么多期 那你可是真的白拍了呀 我们都知道近年车市寒冬 那所有的品牌都会把这个车型价格压低 然后优惠放大来提高销量 今天小村看店讲的车型是长安欧上的X7 它这福利呢也是大大的赞 然后终身免费维修和基础保养 怎么样 心动了吗 我身边这台车呢 就是长安欧上X7的旗舰款啊 而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整个前列 采用的是大美的设计 获得了国际CMF的设计奖 而隔山叫做暗谷式的隔山 我觉得还挺有设计感的 然后大灯远金光灯都是LED的 叫做呼吸式大灯 想念是会呼吸的头 不知道我唱完会不会掉粉 油线形的车身简约又不是动感 这台车是顶配车型 它采用的是20英寸的双色 隔山的轮毂 但唯独啊 就这个235的胎宽窄了点 如果再宽点 我觉得设计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尺寸 4705 1860 1720毫米 有据是2780毫米 那这台车虽然说定位于 总凑级的SUV 但从尺寸的海上去 远超同级别了 堪称中级SUV 经过官方了解到 长欧上X7的前防撞梁及地柱 都采用1500兆爬热成型钢材 安全硬件方面 也提供了足够的爆炸 相比之下 这个车尾就显得中央一点了 然后上面是一个长欧上的一个logo 下面是英文的标识 280T再告诉你 这台车它用的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那目前全线都用的是1.5T的发动机 下面是一个假的排气 增添了一次运动的感觉 它的真排线在右侧采用的是单边双出的设计 这台车它采用的是一个电尾门 重点来了 我跟大家讲的是 这台车它有6个储物格 我觉得在后备箱超级棒 而且这里不仅可以放工具 还可以放什么呢 当当 当然是藏刺放钱 我觉得你老后肯定不会想到你藏在这里 坐在这里 我就觉得首先是有乘坐在这 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靠上去 我觉得这个靠背有一定的包裹性 在这个级别 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你可以发现 它在方向盘 靠背 还有扶手箱这一块 都有自己的英文标识 有标识我觉得增添了一定性的豪华感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冲摸到的地方 它都是这种给你强调软性材质的一打造 我觉得整体你会发现它比较用心 然后上XN它采用了一个7英寸的仪表盘 和这个10.25英寸的一个触控品 正点来的就是它这个是 OnStyle 2.0的一个车系系统 然后特别喜欢它这个系统是开放式的系统 你就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APP 比如说我平时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个 比如说百度还有腾讯的导航 那我喜欢用高德 我就可以往里放高德了 就非常的方便 这样你就可以跟你手机进入一个连通啦 中央控制区采用了触控式的按键 更富有科技感 下面是一个给你强识的厨格 其实就放两倍架 然后可以看到一键启动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电子手杀 虽然说它这个Auto Holder没有给你标识出来 但你挂了这台车的P档 自动驻车自动就给你赶上了 打开破手箱有两个UIP接口 特别的贴近 还有个12V的连接 承受到后排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超长轴距 给你带来极致的空间表现 可以看到全景天窗 让整个车内看起来特别的通透 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 一点点都不会凸起的这个前屏的地板 它这个靠背呢 是有10度进行可以调节的 我觉得还挺灵活的 然后还有夸一个就是它这个座椅呢 不是那种就是像同级别全屏的那种设计 什么也是有一些内凹的 这样你乘坐在第二排呢 是觉得会有一定包裹感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在第二排可以看到有一个追风口 还有就是一个UIP接口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头部和腿部的空间表现如何 那前排是按照我个人做字来调整 接下来看一下头部有 一拳 两拳 三拳 零 三指 当然我的拳头还是比较小的 好像每次都有在说 看一下头部有 一拳 零 一指的距离 但唯一一个小鼓探 就是它这个中央扶手 在按照这样 如果又更好了呢 我先看的这台车是长安欧尚XC的旗舰款 全息匹配的都是1.5T的发动机 然后和长安CS75 Plus是同款发动机 它搭载的是一个7速 适式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31千瓦 最大扭矩是265mm 其实整体啊 就是你起步的时候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 它是一台偏向家用的这么一台车 今天开起来感觉我觉得挺好的 尤其是你给一脚油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它整个转速提高还挺快的 给你带来的感觉 就是这种轻快的加速的感觉 这台车的变速箱 是长安和英国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 它主要的零部件呢 也是国际知名的厂商提供的 整体开起来感觉 我觉得还挺平顺的 然后现在呢 我给一脚油 在这个收油的过程当中啊 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往前轻的感觉 很多同级别的表现呢 可能是对我那种点头的那种状态 我特别不喜欢 然后现在即使我把这个油门踩到底 它也没有那种就特别突兀 就是 不孙个人都带来的 都给了你带来的 我们下跌 他在这个经济地上 我们下跌 我们下跌 来 我们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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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下跌 一 ב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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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碑不错 实力也有保障 小车也是从店里为大家争取到了粉丝福利 关注车价号4S情报局转发本条视频 到电购车可以享受千元的装饰 这可是白来一点也不亏哦 推荐大家购买的车型配置 首推自动尊贵型 产用的指导价格是10.77万 10万元的价格在大部分人的购车预算内 同时使用性的配置以及重要性的配置都比较丰富 质价比非常高 如果是预算比较充足 推荐大家购买的是自动旗舰型 指导价格是在11.77万 推荐的理由是配置最为齐全 如果增加1万元的选装 太空珍藏选装包 科技感进一步提升 时刻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这辆车从空间还有动力 还有整体的设计的质感上 我觉得已经超出我对这个级别心里的有预期了 感受上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 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想法 也可以通过关注车家号赛斯情报局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的礼品 有任何的追求问题 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小层层的留言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